大家好 今天看到一条昨天的消息 这个消息确实也没什么影响力 说实话 今天才看到 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家门口 在我家门口 广东中山举办了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 昨天17号 论坛以弘扬中山精神共谋民族复兴为主题 将举办台商一起来融入大湾区的主题活动 然后呢 里面又这个包含了一些内容 我就不复述了啊 谁出席了呢 广东省委书记出席了 开幕式 这级别还挺高 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洁一 通过视频连线在开幕式上致辞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 2000多名各界人士受邀参加 人倒挺多啊 有好多 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城市和台湾地区 分别设分会场 反正整的动静挺大吧 刘洁一表示 直此孙中山先生逝世95周年之际 两岸同胞啊 在孙中山先生的故乡隆重举办 本届中山论坛 然后巴拉巴拉巴拉 弘扬中山先生的精神 然后呢 两岸同胞要加强交流 就这些话呗 然后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长 在开幕式上也致辞 然后呢 新党主席郁慕明通过连线啊 包括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啊 都通过连线在开幕式上致辞 呃 那个谁宋楚瑜啊 还发来了贺信 我为什么说这条消息不是很重要呢 看着好像整的动静挺大啊 两千多人参与 然后呢 广东省委书记还亲自到开幕式上啊 还还亲自现身 级别能整挺高 刘洁一夜发表讲话 我觉得没啥意思啊 说实话 为啥呢 你看看台湾这边人啊 我们我一直强调 我们这个大陆跟台湾之间的交流啊 你不要老是自己骗自己 对吧 你整再高规格的 是吧 再高层次的 这个大陆这边的官员出席 你没用 你得看台湾那边 谁来呼应这件事情 红秀柱 这是在国民党 咱都不说在台湾整个的政坛了 在国民党党内 都是已经被边缘化的一个人物了 为啥呢 因为他支持统一 支持九二共识 稍微了解台湾政治的 大家都知道 红秀柱在国民党内 其实已经没有那什么了 没有话语权了 被边缘化了 再看新党 新党主席郁慕明 那更惨了 对不对 新党这个 总统大选 去年这个总统大选 连这个 他推那个杨世光 连参选资格都没有 惨不惨 最后得票 能有个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新党主席郁慕明 老爷的人是挺好 对吧 他也是为了推动 这个两岸统一 一直在奔走 但是他没有 在台湾没有话语权 没用 再看看宋楚瑜 宋楚瑜这次倒是站到 那个什么 总统的竞选台上 去辩论去了 结果最后得票才得多少 百分之四 百分之五 我忘记了 发来贺信 你就看这三位 台湾参加的 洪秀柱 国民党被边缘的 郁慕明 新党主席 连参选总统资格的 这个政党都没有 好像立法会也没有 有没有议席 好像没有吧 然后是宋楚瑜 对吧 那参选总统 参选的那叫一个惨 说白了 就是这三个人 根本就不代表 现在台湾的主流民意 既不代表 既代表不了民间 更代表不了官方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 在台湾 没有任何的职务 所以我就说 你老是搞 什么海峡两岸论坛 什么动不动 高峰论坛 这个高峰 那个高峰 你跟谁高峰了 民进党不呼应你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国民党也没呼应你 对不对 那江启臣他说话了吗 没有 在国民党党内 稍微有点权力的说话了吗 没有 更何况国民党也逐渐在台湾被边缘化了 你看这次大选选的那叫一个惨 韩国欲斗下台了 市长都干不了了 对不对 一天到晚在立法院跟民党打架 只能通过打架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太悲剧了 所以海峡论坛第四节了 我还真的没什么必要搞 有什么必要搞呢 你请再多人 这些人都代表不了台湾的民意 也代表不了台湾官方的意思 那你跟他们在开会开什么会呢 到底 这不是自嗨吗 我老说 中国老是干这种自嗨的事 这叫什么 就是内宣 说白就是给大陆老百姓看的 台湾老百姓 我相信台湾连个新闻都没有 都不报道这事 因为你参加的人都是边缘的人 报道这事干嘛 没人关心 没啥意思 劳民伤财 你搞个这个鬼论坛 你不得花钱呢 你花这冤枉钱干嘛 有什么意义呢 除了被台湾人耻笑 对吧 你看你们都请了什么人 台湾代表我们台湾 那代表不了台湾那几个人 真代表不了 以后别搞这个了 没用啊 说着就来气